风云再起 群雄争霸 本场比赛是一场协议体重之战 王炳英赛前超众 需要提前终结才能获得比赛胜利 草原狼和谐歌图 本场比赛再度归来 此次他的对手是来自于 北京格斗兄弟俱乐部的 实力战将王炳英 两位选手年龄相差14岁 谁能斩过新赛季首胜 让我们共同期待 大家好 我是王炳英 我是草原狼和谐歌图 我是26岁开始练综合格斗 其实和谐歌图 已经是在歌格斗领域奋战多年 我觉得他已经老了 我干掉他完全没有问题 我这次状态特别 百分之百的状态 来这里就是为了战斗 为了跟每个人过招 干掉每一个人 我早就想跟你来一场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们俩八角龙剑好好玩一玩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JCK战绝城 龙斗中军冠军赛 2022赛季第十四战 风云再起的比赛现场 这是一场年轻实力汉将 与MMA传奇老将之间的对决 赢量级的协议体重之战 首先出场的草原狼 何希格图 何希格图年龄37岁 身高1米56 B战1米56 基础核心是综合格斗 职业大赛的整体战绩 15战10胜5负 在战军城一战一负 来自于狼牙格斗俱乐部 熟悉何希格图的观众 对他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有印象 我们看到何希格图之前 也曾经是练习过拳击 练习过散打 目前也是在狼牙格斗 带领着自己的学生 我们看到他尽管 现在看年龄已经是达到了37岁 可以说是一名名副其实的老将 但是他依旧是在用自己的热爱 甚至是把自己的这份热爱 传承给了自己的学生 包括我们刚才看到出场的草原 熟悉白隔庆典 是来自于他的职务部 所以他的热情 他的对于格斗的执着 在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是的 喝喜喝图 我们看到37岁的年纪 但是运动状态非常的好 这是来自于他艰苦的训练 以及极为自律的饮食 在之前我们看到 他作为之前也是接触过很长时间 从吃东西到包括 平时包括抽烟喝酒 就是极其严格的去禁止 那么在37岁这个年纪 而且保持了还是非常具有爆发力的这种风格 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赛前的话 两个人也是火药味十足 我们看到草原狼 何喜格图 也是说对针对手的话 我要好好地去教训一下 这个没有礼貌的小子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 也会是一场非常火爆的大战 是的 草原狼 何喜格图 我们期待本次在JCK战决城 能否重回胜利之路 下面的时间 掌声有请他的对手 来自于中国的红方拳手 王炳印 那么这场比赛 何喜格图的对手 就是一位年轻的小将 那今年只有23岁的红角选手 王炳印 我们看到王炳印的身高 是174 臂展的同样是174 可以说他在这个级别 面对何喜格图的身高和臂展 是有着绝对的优势 而且在年龄上也是更加的年轻 今年只有23岁 他的技术核心是综合格斗 目前的职业战绩是五胜五负 在JCK是达到了三战 一胜两负的战绩 来自于北京格斗兄弟俱乐部 是的 我们看到王炳印 他在最开始的时候 是席练ITF跆拳道 而且拿到了全国的亚军 并且他说我在格斗兄弟训练 真的是杨洪刚老师 给我去非常大的帮助 自从上一场比赛到现在 技术又有非常大的提升 并且本次的赛前预测 将会以TKO或者是KO的形式 赢得这场比赛 我们在他的团队当中 也是看到了国内的 传奇综合格斗名将 鬼焦姚洪刚老师 所以他的ITF的比赛风格 再加上我们看到格斗兄弟 非常擅长的这种 惯恐的中国式摔跤 究竟在今天 对这老将和其格图的比赛当中 能会有怎样的表现 那么这位年轻人 也希望能够击败传奇老将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这就是红角选手 王炳英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数据对比 双方的年龄是相差了14岁 在身高和臂战方面 王炳英都有着非常大的优势 我们把现场交给杨光 本场JCK MMA Fight Dine 五位资格赛 银亮局的比赛交锋 蓝牧选手身高152公分 臂战156厘米 体重57.3公斤 年龄37岁 来自于狼牙格斗俱乐部 MMA综合格斗战绩 15战 10胜5负 JCK战绝成战绩 一战一负 他就是来自于 中国的蓝方传手 曹元朗和谁格斗 本场比赛 红方选手身高174公分 臂战174厘米 体重58.3公斤 年龄23岁 来自于北京格斗兄弟俱乐部 MMA综合格斗战绩 10战5胜5负 JCK战绝成战绩 3战1胜2负 他就是来自于 中国的红方选手 王炳英 今天晚上比赛 非常高兴邀请到了 国内著名的擂台解决人家 乔巴老师和侯余老师 他们两位将在现场 带来今天晚上 比赛的直播评述 同时英文解说的部分 非常高兴邀请到了 著名的综合格斗运动员 同时赛事评论员的 Vuan Anderson和Winley Partinger 进行现场的呈现 本场比赛场上裁判 白云峰 下面比赛正式开始 2 配合 3 1 3 看 qualitative 按讚 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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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场新老选手之间的较量 我们看双方的年龄差距很大 和其歌图今年37岁 而对方只有23岁 这场比赛赛前确实火药味太浓了 特别是在称重的时候 王炳应也是出言不逊 所以和其歌图想要好好的教训 这样一个后生 好 开场爆摔 这个爆摔看到非常的迅速 王炳应防摔能力特别的强 没错 毕竟是在各的兄弟经过了多年 姚鸿刚老师的这种中国式传统摔跤的一个传授 身高和臂展都是分别高出了18公分 没错 现在和其歌图还是在寻求健身的机会 比赛开始之后一直是在外圈进行游走 相信这场比赛之前 王炳应也会根据自己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身高 和臂展的优势进行全面的备战 是的 但是绝对是不能轻敌的 没错 和其歌图是中国的传奇MMA老将 他除了自己在做格斗的多年的征战之外 也是创立了狼牙格斗俱乐部 是带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 没错 我们看到和其歌图也是身先士卒 在比赛当中也是有非常强势的表现 希望能够给弟子去做一个好的榜样 是的 王炳应还是凭借着自己非常高的身高和臂展 好的 前促 王炳应是一个反架 和其歌图是采取了正架 一直也是在用自己的很大的臂展 去进行这种距离上的控制 其实我们说到 做格斗在确实也是更新迭代特别的快 而且技术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 对于和其歌图这位老将来说 真的是以身作则 没错 我们看到可能最早的时候 这种单向的战力式比赛当中 大家可能更多的使用的是 这种正灯的技术 但是慢慢现在也变成了狐指的前措 是的 着力点的不同 也就是增加了穿透力和压强 没错 和其歌图还是采取了一个游走的战术 毕竟是跟对手的身材有很大的差距 开始打得更加的主动 这场比赛其实对于王彬英来说 他的压力在于赛前的称重超重 所以这场比赛他只有拿下终结的胜利 才能够真正赢下比赛 没错 当然身高和臂展是有很大的优势 但是对于打击摔跤手来讲的话 他其实还是要调整自己的重心 否则的话被对方进行下践爆摔 是非常难受的 是的 因为在比赛当中 你要不就特别的远 要不就贴身 这也是留给贺喜歌图 是两个维度的这种优势 这种优势就是说 自己的爆发力特别强 从远距离直接打入的这种能力 也是相当强的 而且永远不要小看 这种摔跤手的近身把拳 是的 还有老将的老拳 没错 王彬英还是显得非常耐看 这就是刚才的长途轮白 非常危险的 非常危险 好的 如果说是真正让贺喜歌图 是摸清了拳路的话 王彬英要非常小心 一直是在做这样近身的轮白打击 如果打中一次的话后果真的不堪剩下 是的 好的 连续挨到 这就是说你看 王彬英对于贺喜歌图来说 虽然是身高和臂展的优势 但是贺喜歌图正是因为身高不堪 第一次成功打倒 这刚才也是我们看到 是的 因为贺喜歌图的摇闪 对于王彬英来说 是很多时候处于自己的视野盲区的 没错 而且刚才的吸击也是瞬间失衡 贺喜歌图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话 会效果还有更好 是的 现在贺喜歌图已经是摸清楚了 王彬英的基本的一些的全路路线 以及身法路线 所以说你看到贺喜歌图 节奏上来 它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没错 下潜爆摔 我们看到会放倒吗 打扣已经是搭上了 是 能有可能开 来到了贺喜歌图比较擅长的位置 还是那句话 长怕搂腰 上位的压制 我们看接下来的控制和输出 会不会有更大的突破 是的 现在贺喜歌图还是奋力拿到摔控的位置 现在王彬英确实你看双手是极为的长 撑着地面之后 贺喜歌图是非常难把它给压平的 毕竟是自己有两个甚至三个这样一个着力点 能够保证自己的平衡 是的 贺喜歌图再一次的去二次爆摔 起身 好的 还有30多秒的时间 飞吸 再次飞吸 再次失衡 落空了 落空了 现在出于上位的是贺喜歌图 如果按照这种冲击力继续打下去的话呢 贺喜歌图这场比赛啊 它的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 是 但是毕竟我们看到贺喜歌图在地面上的缠斗的技巧和经验 可能会更丰富一些 是的 整体的这种比赛的经验 以及整体的掌控能力 是贺喜歌图的这场比赛的最大优势 没错 第一回合不知不觉还剩10秒 是的 那么王炳音我们看到这场比赛 他只有拿下终结的胜利 才能够真正赢下比赛 是 这样对于王炳音来说的话 时间是他最大的敌人 好 第一局比赛结束 所以我们看到呢 在之前用了大概一分半钟的时间 贺喜歌图都是在进行全路的试探 到后期之后呢 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节奏 所以说你如果让贺喜歌图 真正去离步步放开了 王炳音就要这边非常非常小心了 从第一回合的整个的试探和过程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王炳音呢 还是打算用自己的这种 身高和臂展的维度 包括优势去打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个人觉得 他在比赛当中 自己这个对于距离的控制和刺拳的一些运用 倒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 可能更多的是采用这样的一个弧线形的轮摆的连击 如果想要击败一个对手呢 你首先要去想一下我有哪几种可能性去击败他 我是有着能够去KO他的拳 还是能够去重创他的腿 还是能够去给他进行衰控 或者是其他的等等 或者我在纯战力的情况下 不停地给他进行这种 不停地打击输出的压制呢 所以说你把这些问题都考虑一遍之后 你才能够在赛前有一个比较清晰的 对这场比赛的战术的预判 没错 还是要制定出清晰的战术 并且去坚决地执行他 是的 大家先看到 贺锡科图在第二回合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节奏 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 他不会去跟王炳进行这种对鼎式的护攻 我们看到双方26对2270 真正的打击的频率是相差无几 是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王炳是作为年轻的选手 在有着这么巨大的身高和臂展的优势的情况下 切记 我们不能说着他去轻敌贺锡科图 切记把这种优势真正当成自己的绝对优势 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们看到 其实他可能不能像之前 打刺拳 打横章距离这样去试探 因为毕竟他赛前超重 必须终结对手 是的 更不允许有半点的犹豫 是 一定要更加的坚决 是的 贺锡科图现在还剩看 这就是慢慢王炳也开始加速 是 毕竟还是要终结对手才能拿到比赛的胜利 是的 贺锡科图在第一个回合 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 爆摔是成功 但是那一轮的爆摔 对自己的体能也是一种大的消耗 好的 这个轮板 这种短促的发力 应该也是往往贺锡科图爆发性最强 是的 边退边打 没错 老将对于比赛当中的一个场上的形式 包括自己的一些体能分配还是有很大的经验 是的 因为贺锡科图它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以退为进的风格 那么这种以退为进会给对方造成一个假象 也就是对方扑进的时候 有可能会挨到贺锡科图的这种轮板拳 还有就是有可能进去之后 会造成贺锡科图会给它进行利用空点的下降爆摔 没错 但是现在我比较担心的 其实是贺锡科图的一个体能储备 因为对于老将来讲的话 时间越长 它的体能储备下降可能也很快 是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说的体能储备 不是说是贺锡科图会到后面就没有体能 不是这个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它这种体能还能不能够维持 让自己拿到优势的这种高频的移动的这种体能 是 因为这样的一个高频移动 包括反击 包括向对手的预判 都是建立在自己大量的体能储备 是的 其实从场面上来说的话 贺锡科图尽管在外圈 它其实是比对手更累的 连续打击 如果以赛车的角度来思考的 那就是贺锡科图是一个非常善于 弯道超车的这样一位选手 没错 好的 连续的打击 我们能够看到确实 23岁的年轻战将王炳 他的拳击的基本功是相当强的 是 手拿的很低 也是对自己的打击有很高的自己 小心啊 非常小心的 因为贺锡科图单击的爆发力和KO力 也是在之前的多场比赛当中 是有过验证的 是 这边的话贺锡科图 也是用了很多第一位的摇晒 牙套好像是 谁的牙套飞得出来 现在比赛还是在流畅的进行当中 所以说场才 白农老师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叫停 是 这样的话 保存了一个比赛的一个流畅性 是 不停地点刺 不停地在用远距离对贺锡科图进行进攻 这就是贺锡科图 那么王炳印呢 对于这种的打击呢 虽然有可能自己是有格挡到 但是呢 大家不要忘了 这种冲击力 包括这种势头 那算不算是有效打击呢 也都是包括这种我们的拳套呢 是非常的薄的 是 也有多场的比赛啊 有可能这个拳套有挡住 但是这种震荡力呢 还是非常可怕的 毕竟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比赛的 好好的打击 穿透力也是很强 这回合 贺锡科图其实也是加强了 自己对于对手的身体 包括头部的这样一个连击 是的 尤其是左侧的躯杆 S抱腰 好摔 好的 非常漂亮 这个就是控场啊 水平是非常高的 来到了贺锡科图的比较擅长的位置 而且这个位置 他可以相对来忽略和对手的身高 以及臂长的劣势 脚进行过腿 但是呢 王炳印啊 确实两条腿太长了 贺锡科图想要去跨过王炳印的膝盖啊 感觉呢 也是相当有难度的 他是要到 刚才从这个蝴蝶式防守回到了封闭室 我们看比赛的第二回合 还有最后的40秒钟 王炳印这位选手呢 我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他的基本功能非常的扎实 而且在现场呢 也是面对老将呢 表现出来啊 自己这种非常沉着的 心理的成熟的程度 没错 我们看尽管是在赛前啊 放话的时候放得非常的凶狠 但其实到了比赛当中 他还是显示出了自己沉稳的一面 应不厌诈 没错 十几秒钟的时间 尚未的杂拳 我们看何启歌图在争取自己更大的优势 是的 现在何启歌图也是不知不觉的 把比赛推到了死亡卡角的垂直压制控制 没错啊 不要忘记这是一位37岁的老将 这位看到是 好 第二局比赛结束 从整体的场上的形式来看的话 其实何启歌图在第二回合 还是把比赛迁到了属于自己的这种高速移动的节奏 也就是说刚才的拳法的双方都有护重 都有对拼 那么对于爆摔摔控以及地面的杂击 也就是贺锡歌图啊 有可能去拉开跟对手一些距离的方式方法 好 我们看一下刚才比赛当中的精彩回放 包括像这个腰部把位的缠斗啊 包括像非常漂亮的地位摇闪之后的摆拳很大 力度很大 而且这种我们看到对于身体和头部的连击啊 何启歌图在这一回合也是加强了自己精通的频率 还是那句话 因为赛前超出王炳印 他的最大的敌人目前就是时间 是的 确实对于贺锡歌图这位老将啊 本身其实作为自己的体型来说 王炳印真的差距是相当巨大 非常的大 如果到了 看到第三回合开始 哦 开场之后 王炳印想要起飞锡 是 毕竟还是要注意 因为对于矮个子来说的话 高个选手的一个锡击也是非常难以去防御的 是的 连续打击拳法 看到在屏幕的左下角呢 已经有了上一个回合的双方的打击的数量 是 双方呢也是相当接近 而且呢 贺锡歌图确实他这种 以退为进的打法确实是极具迷惑性 还是在这边上钩 小心啊 确实避担很长 这样的一个上钩拳可以撩到贺锡歌图 是的 远法 王炳印也是加强了腿法的进攻 其实刚才在第二个回合 王炳印倒并没有用很多的腿法进攻 确实啊 如果是单纯的从这个ITF的体系来说的话 王炳印的腿法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有代表性 可能更多的是使用这样的一个正灯 刚才贺锡歌图有一个推打的组合 身体头部 确实距离上来说的话 还是王炳印展了很大的优势 贺锡歌图还是非常充分的利用自己的前手 是 王炳印我看到加强了自己的练度 但是贺锡歌图对于对方的这个拳法的摇闪 包括像摇闪的瞬间去打反击的这些状态是非常的好 是的 我现在看到贺锡歌图还是不停在以退为进 采取有所的战术的王炳印 他的拳法特别是前手刺拳也是相当的精准 为了去拉近和对手的距离 我们确实能看到贺锡歌图再次抱腿 这个抱腿显得呢 我看到再次抱牌成功 第二落点的判断以及上位的压制 基本功真的真的是太扎实了贺锡歌图 没错 这边的话王炳印也是用自己很长的臂展去推这个贺锡歌图的膝盖 又是双手成敌 是的 王炳印再次看到贺锡歌图去抱腰 看能否拿到摔控的位置 现在的后背的位置 我们看王炳印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这种相对来说是坐姿 手臂也很长 接下来的话看一下贺锡歌图该如何去完成地面上的控制和输出 确实那正像是刚才我们提到 时间对于王炳印来说是最大最大的敌人 没错 这边的话贺锡歌图可以去打得更加耐心一点 毕竟在比赛之前根据规则他知道自己这场比赛最后获胜的方式 王炳印我们看到想起身 但是贺锡歌图呢还是不给王炳印任何起身的机会 好的 提拉 提拉 再次抱到腰部 连扑带打呀 贺锡歌图也是破釜沉舟了 没错啊 这也是多年比赛当中对于比赛当中能够去锻炼出的这种交感 其实如果两个人从身形上来看啊 如果说是到未来啊 我们JCK战决城啊 我们所有的全民到现场来看比赛的时候 如果看到这场比赛的现场看 你们会知道两个人呢 真的好像不是差了一个固定机 好像两个固定机 没错 所以可以能够感受到我们看贺锡歌图 再一次 再一次的提拉 比赛要将近两分钟的时间 提拉再一次成功 真的 老将啊 这种老将的执着 而且对于比赛当中 我们看还是想把对手拖入到他不擅长的领域当中 现在王宾音还是使用双手称递 不给贺锡歌图把自己好 再一次是成功的 执行了压平的压制 再一次的又双手称递做了起来 由于第三回合来说的话 双方身上都出了大量的汗 比较湿滑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贺锡歌图想要完全控制王宾音也不太容易 是那么是的 刚才又几次是从这个对方的身体当中滑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呀 两个人摔跤去控制人怎么去形容呢 就好比是在一个泥泞的池塘当中去捉一条大鱼 没错啊 还是这种打泥球 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看到贺锡歌图现在还是紧贴对手 几家对手的一个移动的空间 不给对手任何这种输出的距离 是的 王宾音现在确实啊 摇红刚刚在场外喊没有时间了 确实 时间现在是王宾音最大的敌人 那么贺锡歌图那也是深知这一点 这是因为毕竟他在比赛当中 占据了巨大的体型优势 是的 老将的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 36秒钟再一次扑倒 我们看到这次的孤敬拿背 转成了上位 但是接下来的时间30秒钟 能够终结贺锡歌图吗 贺锡歌图这位老将在地面的防守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基本功 所以我们现在贺锡歌图呢 使用双手的封闭式防守 这边的话 吸击去打击身体 最后的10秒钟 留给王宾音的时间不多了 是的 最后的吸击 贺锡歌图呢 是双手大扣持紧紧的 把王宾音拉紧在自己的身上 好 比赛结束 双方是打满了三个回合 这一场新秀和老将之间的较量 这场比赛确实啊 王宾音来说 对于贺锡歌图啊 确实已退为进的这种打法 还有去消耗王宾音啊 这种进攻的摧毁性 使这场比赛贺锡歌图啊 这位老将真正显示出来强大的控场能力 哦 没错 而且我们从局间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统计来看 尽管是双方的身材的差异巨大 但是贺锡歌图的输出的频率 包括他比赛当中打击的命中率 其实和对手的差距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大 是的 你看下潜的爆摔 包括这种扫支撑腿的技术啊 也是显示出贺锡歌图非常扎实的摔跤的功能 连续的摇闪 包括像对手的这种臂展的优势 但是在地面上来讲的话 核心歌图可以很好地去弥补和对手之间的身材上的练势 让我们耐心地等待一下最后的判分结果 同样我们也要去考虑到的因素 就是王炳英这场比赛并没有拿到终结 是 让我们耐心地等待一下 好 你看到刚才双方其实在这种战力和爆摔的争夺还是非常的激烈 核心歌图的大摆拳啊 尽管是自己知道比赛当中对方不终结不能获胜 但是其实他还是有很强的想要去KO对手的欲望 好 好 让我们听一下最后的判分结果 下面升部比赛结果 本场男子MMA综合格的规则 营养级比赛的最终结果为 由于来自于中国的红方选手王炳英 赛前称重超重 根据赛事规则 需要提前终结才能获得比赛胜利 所以本场比赛最终的获胜方是蓝方选手草原狼和喜格图 下面掌声有请颁奖嘉宾高帅先生 好 感谢班长嘉宾 感谢红蓝双方选手 谢谢